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认识职场职能治疗辅具应用以及职场留任 所以首先我会介绍一下什么是职能治疗 接下来会介绍一些并有常用的辅具 以及可以协助并有在职场工作更顺畅的一个服务 职务再设计 职能治疗是透过人类参与日常活动的机制 协助并有确认对它有意义的生活内容与目标 以预防矫制或代偿的方式 协助并有提升生活功能 适应生活 在协助见动人病友时 职能治疗的服务目的会放在强化病有在自我照顾 工作休闲等日常活动的功能 职能治疗师会先了解个案的生理能力 如肌肉力气 关节角度 精细动作等 并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生活上的操作 评估后 治疗师会依个案的状况 提供一些日常活动省力 节能的方法 例如怎么样从床上起身会比较容易 怎样操作活动会比较轻松 或减少不必要的步骤 使并有操作时 活动时不会那么容易累 另外 治疗师也会提供日常生活辅具及设备的建议 使生活更为便利 治疗师到了个案家时 会评浪一下居家或工作环境的因素影响 并有独立能力的状况 提供一些环境改善的建议 然后呢 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协助照顾者 照顾病友的技巧 例如如何转移位 如何协助船上翻身等 或提供家属所需要的资源资讯 使家属在协助病友 活动时更为容易 重要就是希望呢 能透过这些的协助呢 能够改善病友的生活功能 促进生活适应于品质 那 辅具呢 是耳治疗师在协助生活促进时常运用的一个工具 以下介绍一些病友可能会需要使用的一些生活辅具 在吃东西的时候 有的病友会有手抬不起来的困难 这时候可以使用 类似这种 支撑的 协助各种抬高病 但是他有很多问题 防病 我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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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等一下 我一位 有看到我 我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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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 那个类似这样手臂支撑的一个扶具 可以协助病友张手抬起来 然后方便救食 另外呢 也有的病友会将两个手肘靠近撑在桌上 把上臂当支架 将碗就进嘴巴的方式吃饭 这时候碗如果很重或表面很滑 就会不好拿 容易脱落 这时候可以考虑类似这种比较 这样的碗 它很轻 然后往边呢 就有一个那个可以将手的火打开 靠在上面 碗就会比较好拿 也就比较不容易掉落了 就类似像这样子的抓握的方式 那喝水的部分呢 也可以选择直清有饼的杯子 手握时会比较轻松 这个杯子有搭配一个像这样子 可以将吸管固定的盖子 用吸管的好处 就是可以弥补杯子到嘴巴的距离 手可以不用抬这么高 也可以比较不用低头 就可以喝到水 在穿衣服的部分呢 很多病友会选择类似松紧裤的方式 会比较好穿脱 另外呢 在扣的部分呢 也可以做一些衣物的改装 比如说我们用魔鬼毡 把它就是用一个毛边跟刺边 它可以比较简单的拉拔打开 或者是拐闭起来 然后外面又会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在行走的部分呢 初期时有可能会有些病友会有脚 微抬不起来的状况 这时候可以选择直轻 然后下面有止滑 开口比较大 用魔鬼沾固定的一个鞋子 会比较好穿脱 走起来也比较安全 再来就是也有可以考虑使用这种 附轮的驻步车 两手推着走路会比较安全 有的附篮子可以方便放东西 或附有一个简便的座椅 走累的时候呢 就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 户外的部分 有时候病友会因为走不动容易累 就不敢出门 这时候可考虑被有一个轻便的手推轮椅 甚至改用电动轮椅都会比较方便 移动的自主性也会比较好 目前坊间有一些可以租用电动轮椅的协会或单位 并有如果想试试看 可以先租或借一天或数天 大家也可以体验看看 是不是移动上会比较方便 生活上呢 有很多的活动呢 是坐姿进行的 像看电视 看电脑等等 而且我们也会鼓励病友呢 能坐着就尽量不要一直躺床 否则体能容易退化 这时候好的椅子就很重要 由于我们的病友脖子都比较没有力气 手也比较无力 所以在坐椅的部分呢 可以考虑这种有头靠的 然后有扶手的椅子 坐的时候呢 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靠一下 才不会无形中消耗一些不需要的体能 另外呢 像这种网状布的椅背啊 有的病友会觉得坐起来比较不会闷了 那副轮子的设计呢 在家里想移动的时候呢 可以搅动一下方式呢 来短距离的在家自行移动 那若是体力没有办法维持90度 这样子垂直的坐姿很久的时候 就可以考虑用这种可以躺 或者是可以空中倾倒型的轮椅 电脑的使用呢 几乎就已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 有可能是休闲 有可能是工作时候会用到 所以一个好的操作平台是很重要的 如果病友他是做轮椅的 桌面下方呢 最好是能够进空 然后桌面的高度呢 要能够让轮椅靠近 方便手部的操作 当病友的手的操作灵活度减弱 没有办法使用一般的键盘或滑鼠的时候 这时可以考虑使用特殊的电脑辅具 例如荧幕键盘 轨机球 或者是像这边图片展示的双键滑鼠 甚至是眼控滑鼠来帮忙 在沟通的方面呢 并有可能会因为肌力变差 说话功能减弱 有事叫不到人会很麻烦 这时候呢就可以考虑使用呼叫铃 呼叫铃其实就是像无线门铃的改装 发射器的开关按了 接收器的那一端就会发出声音 提醒家人或照顾者有可能有事情想要沟通 或者是有事情要处理 那由于一般的门铃啊 按键都比较难按 所以我们就会去改装成可以接特殊开关的形式 那治疗师呢会去评估说 现在必有的动作选用不同的一个开关 然后协助按阻可以叫人 另外这个呢 是一个阿春 阿春它是眼控的一个沟通扶去 那协会也有几台 并有如果有兴趣试用 也可以像协会的社工联络 上厕所的部分呢 有的病友会因为马桶太矮 起身较困难 这时候可以使用像这样的马桶增高器 它具扶手 可以协助病友起身 那如果说厕所离卧房比较远 往上上厕所比较不方便 就可以使用像这种变盆椅 协助在就近如厕 那有的变盆椅呢 它是有附轮子的 所以呢 病友可以先坐在上面 家属再推它到厕所去 或厕所里的马桶上面 另外它这种形式的一个马桶椅呢 也可以坐在上面洗澡 一物两用 洗澡的时候呢 由于病友的下肢激励较弱 即使还可以在 还是会建议家中浴室 可以备有一个沐浴椅 或说叫做洗澡椅 可以考虑用做的方式洗 比较不会因为地面湿滑 不小心跌倒 那这个呢 是一个协助刷背的一个辅具 可以协助就是手抬不起来的时候 也可以刷到后面的部分 那这个是一个延长的一个柄 上面有海绵 可协助刷脚 或者是刷比较圆端的一个肢体 治疗师到案家以后会了解一下说个案的生活作息 然后解释看看环境是不是安全 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那政府对于居家安全环境的改善 身心障碍者 如果是身心障碍者的话呢 会有一些些微经费的补助 那大家也可以利用 那这个部分呢 是就是像浴室有门槛啊 就不方便进入 或者是把浴室里面地板垫高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高低差 那就可以像这样子加装斜坡 就会比较方便使用浴室的变盆已清除 那有时候呢 我们也会看个案家里的状况 像这里图示的呢 将浴缸打掉 增加一个那个照顾者协助个案沐浴的空间 那在睡眠的部分呢 并有如果有床上起身的困难呢 可以考虑使用电动床 按个键就可以调整床头跟床尾的高低 那照顾者在协助个案起身 或床上姿势变换的时候 也会比较方便 那这个的话呢 是气垫床 对于卧床无法翻身的个案是需要的 那利用了这个 这边有很多的管条 利用这些管条的上下交替呢 可以减少单位皮肤的持续受压 然后预防压疮的发生 这个呢 这边是看到的图片呢 是一位类的辅具 那像有像这种板状的 但是目前感觉大多的病友都比较会选择的 适用一位肌 因为可能相对下来 他在操作技巧上面会比较简单 然后也比较省力 那但是还是需要做学习的啦 那协会有没有一些 好像是不是也有 木了几台一位肌 有吗 有 有哦 对 所以 可以借用吗 这就要就是询问一下那协会的那个 零子艺服那个物理治疗师 然后去洽询他可不可以借用 OK 有使用一位肌的话 其实对于照顾者的负担可以就是比较轻松啦 在转移位上面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个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植物再设计哦 身心障碍者植物再设计 那什么是植物再设计呢 这是对于就是还在就业初期的个案呢可以考虑使用的 所谓的植物再设计呢就是从工作流程中找出身心障碍者无法完成工作要求的问题跟困难 进而去调整工作改善环境或提供辅具 以增进身心障碍者工作能力提高工作效率与产能 那植物再设计的服务项目大概可以分为以下这五大面向哦 第一个是改善职场环境 如公司的无障碍厕所没有无障碍厕所但是员工有需要 这时候就可以考虑申请实在服务 那如果申请经审查会通过以后呢 政府可以提供一些修缮的经费补助 那第二个呢是改善工作机具 那你比如说如果员工的手比较没有力气了没有办法使用 原有的工作机具 那这时候呢评估人员可能会看需求呢或者是工作的状况 然后呢可能改使用比较轻的工具或提供一个工具的支架 使员工呢可以比较轻松的操作工具 这也是可以申请补助的 第三个呢是提供就业服具 比如说本来的办公室的椅子呢可能是没有投靠啊 没有扶手的简单的办公椅 但是呢员工可能因为体力比较弱 这样子做可能比较容易累 那这时候需要一个有投靠有扶手的一个办公椅 或者是甚至说需要一个电动轮椅来协助工作上面的椅行 那这都是在因为是工作上所需要使用的 那就可以考虑申请职务在设计的服务 那第四个呢是改善工作条件 以智障的员工来讲的话呢 一些如果呢有一小部分的工作啊 无法借由其他其他这些方式呢来做调整 然后就是只能靠能力来协助完成呢 那也可以考虑申请职在服务 第五个是调整工作的方式 例如像是工作流程的简化 或者是合并等等 那在申请职务在设计的部分呢 那以台北市为例 那可以分为单位申请或是个人申请 比如说如果是单位里面有雇主觉得说 有身心障碍者工作 可能有一些不是那么顺畅 单位雇主可以提出申请 那身心障碍者呢 也可以自己申请 以个人的名义去申请 这也是一个 那以台北市来说了 他的主管单位是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 那目前台北市的职在服务单位呢 是台湾职能治疗学会 以及台北市市长者家长协会 那在补助额度的部分呢 是同一个申请者 或者说同一个投保单位者 所有人员合并计算的方式呢 同一年度之申请案呢 最高可以补助新台币20万元 也就是一个公司 可以一年可以申请最高20万元为限 那我先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那请问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问那个讲师 有个文字 文字的问题 我们会后会可以再加那个PPT寄给你 那可能要麻烦你留下mail哦 线上有一位病友有提出一个问题 是说他想要投影片的辅具图片 那我们是说就麻烦您留下您的电子信箱 我们之后会再email给您 请问有人要询问讲师问题吗 那我这边有位病友想询问说 如果久坐屁股会痛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那就麻烦讲师询问 讲师回答这样子 要看一下说就是久坐的时间 有没有需要换 如果是使用 有没有需要做知识变换呢 例如说目前像以轮椅来讲呢 他有像是这种可以后躺的一种轮椅 或者是这种空中倾倒型的一个轮椅 那他都可以让臀部的一个压力呢 转移到背部 或者是转移到背部这边会就会比较轻松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也可以考虑使用轮椅坐垫 看一下哦 我们来看一下 那轮椅坐垫它有几个功能哦 就是它有它的材质的设计呢 比较能够减压 可以延缓压窗的发生 以及恶化 然后呢 它也可以增进坐姿摆位哦 比较不会有的人比较容易往前滑 那我们可以利用前高后低的一个方式呢 那它比较坐姿上面可以坐得比较好 然后因为它的材质比较软 有的也比较透气 就会比较舒适 所以如果说坐很久觉得屁股会疼呢 就可以考虑像这样子的一个坐垫哦 那坐垫其实形式有很多种哦 那目前来说的话 以病友来说 目前比较多人会使用像这样子的一个轮椅气垫坐 因为它的减压效果还蛮好的 然后它也比较透气 所以有人觉得会比较 不会闷了然后臀部会比较觉得比较舒服 请问还有其他病友要询问的吗 询问详识问题 那补充一下哦 就是呃 坐垫其实单纯就算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坐垫呢 它也有厚度的差别 那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呃 现在每个县市都有扶具资源中心哦 那也可以到辅具资源中心试试看做做看 觉得哪一种会比较适合 有其他病友想要询问其他问题吗 那这边还有其他病友要问说 呃 请问就是如果我想要申请这些辅具 那要向哪里申请 有没有什么限制 目前啊呃 在选择扶具 刚刚我们有介绍了很多的扶具哦 然后呃 其实呃 我这里介绍的可能只有一部分 一小部分而已 呃 单纯就单对于呃 比如说喝水有困难 可能就有非常多的辅具了 那我们辅具的评估会要考量比较多的面向哦 比如个案的状况啊 操作的方式啊 以及环境 那建议如果说病友要选择的时候呢 可以跟呃 治疗师先联络 然后做一个评估 再选择才比较不会呃 发生买错或者是浪费钱的状况 那呃 以目前来说政府的补助啊呃 呃有像是辅具的部分呢 有像是全民健保的部分 像是呼吸设备的一个借用啊 或者是抑制支架啊 的部分 好 那比较多人会使用到的是这一个叫做身心障碍者辅具补助的部分啊 那这个只要是呃病友有身心障碍才呃 呃身心障碍手册啊或身心障碍证明呢 就可以申请的那里面有非常多的项目哦 那可以 大家可以去看身心障碍者辅具费用补助基准表 以及医疗费用补助标准表 那这里面大概有一百多块两百项的东西是可以申请补助的 那里面会有一个说明就是领呃 针对哪一些类型的个案可以申请补助 然后费补助的费用是多少需要怎样的证明文件 那都会写在都会有在这个基准表跟标准表里面都会有写 那大家可以参考看一下 那这是摄政的身心障碍扶具补助的部分 那另外呢 如果说呃 并有是呃 有身脏手册 而且呢 是呃 50岁以上的那个呃 的状况呢 也可能可以考虑使用失能老人的扶具补助哦 那失能老人的扶具补助 也有一个表格哦 叫做失能者接受长期照护服务辅具购买 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补助项目表哦 那这里面也会介绍说有哪些扶具可以申请补助 那资格是什么 那是10年有10万的一个括弹 那申请单位就是各县市的长期照护管理中心 那现在呢呃 这县市都会有一个辅具资源中心哦 那大家也可以直接跟辅具资源东西联系 那这里有介绍一个辅具资源入口网里面有全国的一个辅具资源的介绍 那这个是一个很封内容很丰富的一个网站哦 那大家也可以点进去去看 嗯 请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讲师吗 嗯 有位病友问罕见疾病身心障碍者身体补剧补助有没有限制 那我们请讲师回答 嗯 有如果他拿的是就是罕见疾病的 就是在手册上面是拿罕见的疾病的话 呃我记得他的标准基准表里面有说这个会跨 就是不限那个障碍类别 但是就需要辅具中心去评估跟确定 嘿 那这个部分如果就是你拿的是罕见疾病的一个手册证明的话 那你可以跟你的辅具资源 县市的辅具资源中心联系 然后呃去那看可不可以预约到那里做评估 啊有其他的病友要询问的吗 呃有有位病友他想问的是我外出时需要使用呼吸器 请问呼吸器要如何放置在轮椅上 那要找谁帮忙改装 嗯 呼吸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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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成大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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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的那个轮椅的厂商啊 他们会协助帮忙做像这样子的一个呼吸器的一个放置的一个那个架子 哦但是这个呢可能就是要确定你使用轮椅的那个大小宽度啊 哦才能决定要呃要怎么样架设那有的病友会在呃使用购买轮椅的时候呢 就请厂商一并量测然后一笔制作然后就可以使用那这个部分可以跟如果你已经有轮椅了那可以直接就是问一下 详询一下那个轮椅的厂商 那有其他病友想要询问那个其他的问题吗 嗯 嗯 嗯 有病友是说他说我的手已经不能抬起来了 平时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那呃呃如果手啊就是已经抬不起来的话呢 要要注意不要就是有肩膀脱位的一个情况 肩关节脱位的一个情况哦 那这时候呢有一个如果是站着走路还可以站着走路的时候呢 也可以考虑使用像这样子一个是说不要常常去晃这个上肢哦 然后还有就是别人在协助搀扶的时候啊不要一个去拉扯这个肩关节 让肩关节有脱位的状况 那房间也有像这样子的一个肩关节的一个护具哦 可以帮助呃把他肩关节固定起来 那如果是坐着的话呢 就要呃呃可以考虑就是坐姿的摆位啊 呃平常的时候不要让手都是垂在下面 然后能够的话尽量把它放在呃一个桌面上面来撑 让手手撑起来那让肩膀不要就是呃呃上前臂上臂会一直往下 因为重力的关系往下垂 注意一下摆位的部分 那使用像类似这样子的东西还是呃拿下来以后 还是最好要注意一下要做一些关节的活动 才不会让他关节会僵硬掉 嗯有其他病友想询问想是问题吗 呃呃呃有其他病友想问说就是颈圈 带颈圈会觉得压到呼 呃呃有病友想问说就是颈圈 呃有病友想问说就是颈圈 戴颈圈的时候会觉得压到呼吸道 会觉得不舒服 那想问说那有没有其他的辅具可以帮忙 目前颈圈的部分 其实就是还蛮多病友会反应 戴起来都不是很舒服 那我看到的病友 有的人选用的也都不太一样 可能还是要试戴看看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有的颈圈其实可以做修改的 我们可以在那个它硬的部分 可以可能做一些裁剪 那它会比较舒服 或者是做一些衬一些软点 那有的病友可以考虑说 部分时间的带 就是不是长时间的带 可能需要的时候带个五分十分钟的方式来做 不是一直都带着 就不会比较那么不舒服了 那如果是坐着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借由就是一个椅子啊 如果它可以往后躺 或者是往后翘的方式呢 这种可以后躺的 或者是往后翘的方式 然后有头靠的一个系统 然后来维持我们头部的正直 那这样子就可能不用带颈圈 就会觉得比较舒服一些 有其他病友想询问问题吗 想请问景圈的话 是自己去购买 还是由医生给我们介绍 复健师去采购会比较好 通常的话呢 会建议你可以问一下复健师 然后呢 他会建议你说要用哪一种款式会比较好 那你可以先试试看 对就是有的单位甚至也会有一些可以试用的 那你就可以先试一下说带起来会不会比较舒服 那如果有碰过有的人他们景圈其实买来以后 还要再请复健师调整一下他的切割的部 就是调整一下压点 不要有压迫 那有可能还 所以还是建议你先跟你的复健师讨论一下 哪一种可能比较适合你 然后再拿回来以后再做一些微调 不然直接买有时候不见得是 我们个案会觉得比较舒适的款式 那另外请问一下 那个我们普通有时候只在信义买那种软的 直接撑这个 撑住颈部的 请问这种有效吗 这种通 我比较少看到 就是用这个会比较热啦 然后也太软撑不住 比较少 我看到的病友比较少用这一种的 谢谢老师 那还有其他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老师的吗 他是不是有要问什么 洗澡 我补充一下这个缺口杯 这个斜口杯 这个斜口杯 它有一些使用上有一些好处 就是它有一个口这样子缺下来 所以说在协助喝水的时候 并有可能头不用痒的这么厚 痒那么多 然后就比较容易喝到水 鼻子比较不会碰到杯子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照护者呢 可以从这个缺口呢 看到流进病友的那个 进去一口的水量 那比较知道说 到底喝了多少 那像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是可以自己DIY的 那可以选择像是一些 软质的一些塑胶的杯子 然后你把它切开来 然后自己用砂纸磨一磨 就可以做出像这样子的缺口杯 好 另外我们补充一下 就是高背的轮椅 有空中可以躺的 还有一种是空中倾倒型 那可躺的轮椅 主要就是可以坐累的时候 可以躺下来短时间的休息 可是可躺轮椅 比较容易就是坐久了以后 身体就比较容易脱背 然后骨盆往后这样子 就容易有身体往前滑的情况 那这时候就可以考虑使用像这种空中倾倒轮椅 那空中倾倒的轮椅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椅面跟靠背可能维持 还是大概95-100这种较垂直的固定角度 但整个座椅可以往后空中倾倒 形成椅面是前高后低的一个情况 那同样可以达到减轻臀部的压力 而且比较不会有滑出的椅面的状况 那目前呢 也有像是结合两样功能 又可以躺又可以翘的轮椅 但就单价就会比较高 那这个但是如果觉得有需要 也可以就是考虑看看 那你说那个洗澡椅是不是 有病友询问说就是如果洗澡的时候啊 是使用因为它坐在椅子 那个洗澡椅上的话 脖子没有支撑身体会滑掉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就是可以让身体不要滑掉 现在其实有一些便盆椅啊 或洗澡椅啊 它都像刚刚的轮椅一样 有结合可以躺的功能 或是说可以空中倾倒的一个装置 所以呢 它可以像轮椅一样往后躺 往后翘 那这样子的话 病友就可以坐在上面会比较稳定 就不会滑下来 有病友询问站立式轮椅或站立价队并有有好处吗 那哪里可以买 站立式的轮椅啊 因为比较建议站立本身呢 是好的 那有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站 但是维持站立的姿势呢 可以促进循环 然后有时候因为我们坐久了以后呢 肚子会觉得被压腹部啊 这些会被觉得被压迫 然后可能会觉得有点闷闷脏脏的感觉 那如果说有的病友 他们会吃完 喂完以后呢 他就稍微站一下 让他比较容易的流 当时比较不会觉得说腹部有那种压迫闷了闷脏的感觉 那站立式轮椅 我有看过币友他们是使用像是电动站立型的一个轮椅哦 那他有比较好的摆位支撑系统 可以把它撑住比较方便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有的可以考虑像站立床 但是站立床会比较占位置哦 那但是也是一个方式啊 那站立式的轮椅 其实电动轮椅 其实有还蛮多家有的哦 那这边是有 有病友在分享说 是不是必想有在卖 可以参考 对 有病友在询问说 移位机有什么好处 我们很多病友可能到末期的时候会比较晚期的时候 可能头控啊 躯干控制啊 都会比较差 那如果 在使用像类似这种移位滑电呢 可能就会觉得有被晃动的感觉 比较没有那么舒服 然后照顾者在协助的时候 可能也要比较好的照顾技巧 才不会觉得不小心把病友就是滑过来 或者是最好两个人一起来协助 那移位机呢 他基本上呢 是电动的一个装置哦 所以呢 我们病友可以 比如说他躺在床上 利用这个吊带 还有就是翻身的技巧 然后就可以让病友可以先 呃就是做到 躺到这个吊带上面 然后呢 我们下边会有许多的那个挂钩 他可以挂在上面 然后呃病友 照顾者呢 就可以用电动的方式 把病友吊起来 吊起来 然后再靠近所需要移位的地方 比如说是变盆椅啊 或者是说是轮椅啊 再靠近再放下来 然后再把吊带拿下来 基本上移位机 使用移位机啊 他在移位上呢 就是比较不用费力 虽然步骤稍微多一点 但是照顾者就会比较轻松 就比较不会费力 那也因为比较不会费力啊 可能病友他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也会比较 诶 敢说出来 让就是他有需要转移位 到其他部分 要做一些知识变换 大家有什么问题 想要询问的吗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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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病友问说 有病友问说 我想要开车 那请问车子是不是可以改装 那要找谁帮忙改装呢 这个部分我是不 可能要先了解一下说 病友他是 他叫自己开车 然后他目前会造成 觉得有困扰的是什么 比如说刹车 油门的部分吗 想要改成手动吗 还是说 他要做其他的改装 那可能要了解一下 他想要改什么 才会比较清楚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谁可以帮忙改装的部分呢 其实目前就是坊间也有一些专门改身性障碍手 车子的部分 他们有在协助帮忙把脚刹车脚的那个装置改到手的部分 然后也有一些是就是改装成就是轮椅可以上来上 可以移上去的一个那个车子扶纸车的改装 那可以下询像这样子的单位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大家 我询问说我无法讲话,但是也没办法写字,那有哪些沟通辅具可以帮我与他人沟通? 协会其实有就是有沟通版的设计哦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版,那另外协会也有一个APP可以装在Android的手机里面 那就是长得像类似这样子,那都可以用单键的方式去操控 所以如果说病友有需要使用沟通的话,也可以像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沟通 那另外协会也有准备了一些好像是病友常见的问题的一个列表 那这个也可以方便就是在照顾者要了解病友需求的时候 比较快的就可以知道他是需要什么帮忙 那这个的他是一个就是沟通笔哦 那他这个是个案可以握着这个笔呢 然后去点这些啵啵啵啵啵,然后他会拼音,最后可以发出声音来 但是使用这个东西可能要有一定的走的能力 就是比如说他可以抓握这支笔啊,那手可以移动 那对有一些病友还有这样的功能的时候 也会考虑使用像这样子的沟通笔或版面来沟通 那有的病友会使用像是电脑辅具哦 来做一些用Email,用Line啊,或者是用MSN的方式沟通 那他就会使用像是滑鼠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电脑的一些装置 然后搭配像这样子的萤幕键盘 然后用这种通讯软体的方式做沟通 那呼叫铃的使用也是很需要的了 嗯,有人询问说买电动厂要注意哪些问题 那我们请讲师回答 嗯,买电动厂的部分呢 电动厂可以分为几个 有分单马达、双马达跟三马达哦 好,那呃,单马达的呢 就是他的床头跟床尾呢 会一起升降,就是呃,同时升降还同时放平 那双马达的电动厂呢 他就是可以呃,头尾可以分开的身调整 所以他的姿势变换就的弹性就比较大一点 比如说,哎,想把脚单独抬起来 或者是希望抬的角度不一样 就可以做这样子的调整 那另外一个就是三马达的 那三马达的电动轮椅 电动床呢 他是可以就是除了头尾可以分别抬高跟放下以外呢 床面呢 也可以就是水平的上升或水平的下降 那在照顾上会比较方便 比如说如果照顾者他要站着来协助照护的时候 他可以把床面呢,把它升高一点 他比较可以就近手的部分来操作 那如果说个案他要转移位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床面把它降低 然后方便轮椅的转移 所以目前来说呢 比较多人都会选择就是 干脆一次就选到用到三马达的一个电动床 那电动床的形式呢 他有的是像这种就是木头的定点的 那有的是负轮子的 那负轮子的话呢 就是可能在移动上面会比较方便 那请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请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那对于电动床或者是其他辅具有什么疑问 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很谢谢那个林治疗师 然后跟我们介绍这么多的辅具 有包括那个吃饭的 然后像是洗澡啊 那个外出的啊 很多很多的辅具 那大家都没有问题 对还有一个植物在设计 那还有一些沟通的辅具 都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了很多的图片 那就是今天的那个网路会议 就会到这里结束 那就是下一次呢 是10月24号 然后会课程的内容是运动神经元疾病简介 会由黄启讯医师来为我们做 疾病的症状的介绍啊 像呼吸肌肉 或者是那个身体方面的影响啊 还有药物的治疗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大家辛苦了 谢谢 那我们也谢谢林治老师 谢谢大家 好谢谢拜拜 大家晚安 x 谢谢大家 还是 我们来聊天 我们来聊天